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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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源油彩花始终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困扰着这座旅游城市 当地政府和群众尽管矫健脑汁 也还是没找到什么好办法 我们景区本来讲旅游产品比较单一嘛 一般来夏季 到了夏季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也 也就没有什么特殊一点什么什么的景色 就很平常 没有油彩花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里是淡季 一天就几百人吧 旅游景区都有淡旺季 可物源的淡旺季却有天壤之别 春天花开时节 景区和民宿全部爆满 一票难求 而过了这两个月 单个景区的游客数量 就从每天几万下降到了几百 整整十个月全部处于淡季 来物源看的就是油彩花 花开时景区人山人海 花谢时景区无人问津 这个难题始终找不到什么好办法解决 毕竟油彩花就在三月开花 这是它们进化出来的本能 好 我把那个油菜籽给你带来一些 好的 好的 这是一个说明 这是一个怎么种的 这个菜菜种的怎么说明 这两个品种 都是腹锡 都是腹锡的品种 2019年 一位农业科研人员 却想要逆天改命 让物源开出四季花海 李俊博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的专家 一直从事科研的他 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到物源开展乡村振兴科技帮扶 这一片地 农顾自己 他们原来从来没有做过油菜 我当时其实是五味杂陈 从我个人心理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心理有点复杂 我更希望就是到产业一线上来 因为我到基层那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成果 来用到这个产业上去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这个巨大的跨界 让李俊有些忐忑 来到物源的塔 走遍了大大小小的油菜种植区 发现了物源旅游 淡忘季差别巨大的问题 就是三月份人特别多 但是过了三月份 这个花泄了之后啊 人也少了 就是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啊 就是能不能我们 在别的季节再种一季油菜花 到十月份再看一次油菜花 因为十月份刚好是黄金周嘛 所以我们就当时想着 再打造一个秋季油菜花 就是再造一个旅游季 如果物源的油菜花 能在十一黄金周再开一季 将可能给当地带来巨额旅游收入 李俊将这个想法提出后 却几乎没人相信 大家都觉得 油菜花秋天盛开 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从我们的印象中都是 油菜是月冬入 头一年冬季种下去 第二年春季才开花嘛 夏天两个月内就能种出来 这个我们都开始对这个 所谓心里也没什么底 反季节我们也种了 反季节的油菜就是出来的 那个天气太热了 就那个油菜容易生虫 一个礼拜都要打两次能用 那个是长势不好的 李俊之所以敢提出 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想法 是因为反季节植物并不罕见 比如即使在冬天 我们也能吃到西红柿 黄瓜等蔬菜 这些原本应该在夏天收获的蔬菜 有了蔬菜大棚调节温湿度 不也能实现 反季节开花结果吗 然而物园的油菜花和我们吃的瓜果蔬菜 有本质区别 它是用来观赏的 不是用来吃的 没人会去专门欣赏 大棚里盛开的油菜花 看来物园想打造四季花海 还得另想办法 传统的油菜种植都是每年十月播种 油菜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后 到来年三月盛开 既然想让油菜花开在秋天 那夏天播下油菜的种子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想法 却根本行不通 因为油菜和小麦一样 是一种月冬作物 它有一种特殊的习性 必须经过春花的油菜 才能开花 油菜花的幼苗 能够感知到外界的温度变化 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低温 它才会开花 如果没有这段低温 它也会发芽生长 但是不会开花 这种必须经历低温的特殊习性 叫做春花 我们经常听说的冬小麦 也有类似的习性 因此 在炎热的夏天播种的油菜 即使能生长 它也不会开花 既然油菜需要一段时间的低温 才能开花 那能不能人工制造低温 对种子进行 预先处理呢 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是东性种子的话 它是开不了花的 所以我们要想保证它在 这个秋季 秋季这个气候下开花 它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低温 才能开花 所以我们就 把我们这个种子 一般的也会做一些春花处理 然后呢 这个再去播种 有了这样的想法 李俊和他的团队 开始对油菜种子进行人工春花 这个就是我们种子春花的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它 先这样摆在盘子里头 然后放在红纹培养箱里面去发芽 发芽之后呢 我们再放到低温处理 大概低温处理 大概15到30天 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拿出来去播种 春花处理 首先用一定比例的消毒药剂 对油菜种子进行消毒 再用清水浸泡 之后 将种子放入恒温培养箱里 经过一至两天的时间 使其萌发 然后将萌发好的油菜种子 放入4摄氏度左右的环境 放置15至30天 这样处理过的油菜种子 即使在炎热的夏季播种 也能正常开花 一般的这个冬油菜 要经过一定的低温 它才能进行开花 从营养生长转到生殖生长 进行开花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油菜的 这个冬油菜种子的一个特性 有了经过春花处理的种子 李骏准备在物园的试验田里 开始第一次秋季开花油菜的尝试 在此之前 没有人见过秋季的油菜花海 李骏的尝试真的能成功吗 放鲜渐行时稍后继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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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油菜花开始试验 经过春花处理的种子 种下去之后 很快就发芽了 此时的物园 跟我国大部分南方地区一样 潮湿闷热 平均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 果然 刚刚播种的油菜 马上就出了大问题 油菜田爆发了大规模虫害 一块油菜田 一夜之间 就能被虫子吃光 你这应该是虫子吃的 你看这 这叶子都没有了 你看你这一颗 这个就是 这叶子都吃了 这个就是 不是你现在你看不到 你其他的看不到 你看这是虫子 虫子咬的 咬的叶子都没有了 这个 两个叶子都没有了 小苗的时候 它就一天把你吃光 你就没了 但是它 长成成苗 长成知足 长高大以后 这个问题就要少一点 那个虫子的繁殖速度特别快 一天一个样的 一天一个样的 你一天不跟踪它 可能就会 这个 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秋季栽花 它是在这个下秋季生长 下秋季生长 这个温度比较高 实度也合适 所以非常适合这个虫子的生长 然后呢 所以这个虫子特别容易大爆发 面对虫灾 当地种植户束手无策 因为以往 它们种油菜花 根本不用考虑病虫害的问题 在低温的冬季 昆虫入折 根本不存在各种虫害 可在炎热的夏季 昆虫正是繁殖的最高峰 目前我们做的这么多实验 这么多这个实验 包括示范里面 主要是包括像我们牙虫啊 菜青虫啊 还有这个 包括斜纹叶鹅 这个鲜纹叶鹅呢 在我们这里面 它的这个 却它的这个危害比较大 而且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 所以它也是我们 秋季油菜花里面的 应该说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害虫 为了杀灭害虫 农户们只能开始打药 生长在夏天的油菜花 几乎每周就要打一次农药 否则根本无法抵挡 疯狂的虫害 这样靠打农药种油菜 显然不能持续 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 害虫防治更绿色更环保 一个是减少了我们这个化学防治的这个 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照顾到了我们环境 绿色环保的这个问题 李俊苦苦思考对策 怎样才能减少农药使用 又能抵御虫害呢 他想到的办法是给种子穿上一层外衣 这个包衣处理 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 比如说防虫的药剂 对种子进行一个包衣 包衣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把这个包衣过的这个种子 撒到地里 那么它一般的 在种子蒙发的15天左右 1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 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防虫的作用的 种子包衣就是在播种前 给种子穿上一层杀虫剂的外衣 有了这层外衣 在油菜籽刚刚发芽的时候 就能抵御虫害的侵袭 同时减少农民反复打药的劳动 除了对种子进行处理外 当地植保站的工作人员 还采用了生物农药和人工除虫的办法 生物防治包括蚁虫制虫和蚁菌制虫 利用昆虫的天敌或病原微生物 杀死害虫 这些微生物对人畜没有影响 在植物枝叶上也不会残留毒性 如果是有机标准的话 我们可以用病毒杀虫剂 像前一段时间这里发的那个行业额 我们是推荐它用那个 感染婴额核心毒胶体病毒 用这个药打的话效果相当好 它就是稍微药效起来慢了一点 但是虫的死亡率是相当好 效果相当好 客服重重困难 第一季秋油菜花终于开花了 秋天的雾原油菜花 效果究竟如何呢 创新渐行时稍后继续 十一黄金周 李俊在江西雾原市中的秋季油菜花 迎来了开花的时节 现实有点残酷 当李俊来到现场时 发现 离春天的油菜花海 差得有点远 种子就反聚集的油菜花 它的花季也很长 但是它的花的效果不是很好 田里的油菜花 虽说按时开放了 但是花开得稀稀拉拉 有的花开了 有的还含苞未涂 植株也是高高低低 根本没有春季花海的壮观景象 那么对于我们夏天来讲 它温度比较高 那么长得就比较快 如果只有两天的这个差异 就给人感觉特别大 所以给人感觉开花的时间也不一样 这样的油菜花 它显然难以让观光的游客满意 李俊也陷入了深深的失望 难道四季华海就真的没法实现吗 李俊还想再尝试一次 这次它能成功吗 创新渐行时 下期继续揭秘 物源如何种出 四季花海 下期继续揭秘 下期继续揭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